双合慈一志工 吉祥孝卿祈福会活动 邀约大家来卢宿 满桌的蔬菜是抽奖问答的题目 也是赠品 健康长寿福绵延 千拜万拜不如跟爸妈说声爱 奉食行动现场气氛温馨 参与其中感动更深 第一次喂食给爸爸妈妈 也有很多的感动 那也希望我爸爸妈妈 永远健健康康快快乐乐 我的母亲获病的时候 请的外劳都是我来做所有的处理 想念我的母亲 里长门是慈激活动最佳的推手 活动前一个星期 就跟着志工挨家挨户按门铃 宣导环保也邀约大家来祈福 然后刚好我们这次的吉祥乐 七月吉祥乐的议题是有关省水省电的议题 然后结合到里长他对我们社区每个大楼的宣导 都是有关环保的议题 志工用心布置 用回收的泡棉做插花 还有平安米和大家结好园 多年来的宣导也已经看见成效 外拜本来也都 普渡也都有烧金子 烧香 但是近几年来 为了地球就地球 大家宣导 所以我现在也都不烧金子的 在戏址有古真迎宾 还有松山团队演绎父母恩仲南报金 何宣章父子两人特地从基隆来参与 不许此行 孝顺行善和环保 其实都是要在我们平日上中 就要去执行 就是孝亲真的是 不能等待的一件事 要及时的 对 要不然直于养个亲不待 淡水凌落处天生国小校长 和社区里长夫人 一同参与供佛仪式 同学们也参加了金帐演绎 更能够体会父母的用心 让我更 让我知道了父母对我们的用心 然后我们要好好的孝顺他们 因为人们没教天理 听得没教嘎气 希望能够透过这样一个 一个企业集相应的活动 能够让大家更知道 这是每一个人的事 深入社区带动居民 建立共识也要一起共行 戴新闻知识美之宫台北综合报导